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陸新聞 消息 王小洪受命統籌中共增加芬太尼生產支持 據中共體制內良知人士透露 中共黨魁習近平對芬太尼生產有過明確指示 公安部長王小洪受命統籌相關部門 擴大力度支持芬太尼生產 擴展芬太尼輸入美國的通道 據看中國5月6日報導 袁紅冰在受訪時說 中共現在把大量芬太尼輸出到美國 是執行習近平的內部講話 袁紅冰透露 據中共體制內良知人士消息 在一年半之前那一次 中共國家安全委員會秘密會議上 習就這個問題做出了重要講話 主要內容傳達到了相關的執行部門之後 才能夠流傳出來 習在講話中強調 當年西方列強發動鴉片戰爭 用毒品當作武器 把中國人變成東亞病夫 天道好還報應不爽 現在美國變成毒品泛濫大國 這是中共做出東升西降戰略判斷的 又一個根據 習指責美國人不去追究毒品 在美國泛濫的自身精神墮落的原因 卻不斷鼓造要中共 為美國人吸毒承載負責任 這是典型的霸權邏輯 習還特別強調 美國人要求中共政府 限縮芬太尼的生產和監管芬太尼 輸入到美國的通道 企圖損害中國的發展利益 這是經濟宣戰行為 中共堅決反對 絕不能接受 袁紅斌說 根據習尚書講話 中共二十大後 公安部長王小紅 受命統籌中共政府相關部門 對擴大芬太尼生產規模的支持力度 擴展芬太尼 直接或者間接輸入到美國的通道 王小紅在公安部的一次內部會議上 要求公安部相關部門 把關於芬太尼生產和輸送 作為同美國進行戰略總體戰和超限戰的一個組成部分 袁紅斌表示 4月下旬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北京時 試圖通過談判來解決中共向美國清銷準毒品分泰尼的問題 習近平派親信公安部長王小紅與布林肯會談 這就足見布林肯乃至拜登政府完全不了解習近平在此問題上的心態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麗參 還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是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麗參分野參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參又有參曬參、白參、紅參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寶黑參口服液以100%韓國優質6年高麗參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東伊寶劍 記載的九爭九鋪方法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麗人參含有34種人參皂帶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人參皂帶RA、RF、RG3、RH2為高麗人參獨有的成分 經九爭九鋪製作後的黑參 燥火兴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制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 持高麗參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皂帶RG3的含量 比紅參高八倍 人體對選保黑參中的人參皂帶的吸收率高達80%以上 是紅參的6倍多 是白參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 輸入優惠碼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